我们看这屏幕 求这个不等式 是减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使用 这行列是 1aa平方 然后1b b平方 1c c平方 这个可以化为是 这是a减b 乘以 b减c 乘以c减a 那么 我们要解这个不等式 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 这a就是这里的x 这b就是这里的2 这c就是这里的负9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是取 这里面 a就是这里面的x 那b就是2 c就是负9 那么由这个式子 这时候这个行列是 我们就可以化为是 a减b也就是x减2 乘以b减c 也就是2 减掉负9 那我们直接改成2 加9 那么乘以c减a 就是负9 减x 那么这是大于0的 那么这时候呢 2加9 这个是11 那这里我们提出负号出来 所以呢 这里我们会得到 这负11 然后去乘以 这是x减2 乘以 这变成是x 加9 所以呢 这是大于0 那么这时候 我们把负11拿掉 这不等式方向要改变 所以会得到 这是x减2 乘以x 加9 这是小于0 因此呢 我们算出 这个x的范围为 这个x 是大于 负9 然后小于2 我们得到 这个答案